当球NBA蓝球快逊 星期六早早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其中英队将会主营马翅 虽然今季英队整体表现不算上胜 但他们近期似乎找到赢球的感觉 即将面对西岸榜尾球队 英队必然不会放过这个延续胜绩的好机会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上季过关斩仗进入东岸决赛的英队 今季依然保持着对冠军的渴望 只不过他们目前首先要力争进入季后赛 在已经进行了54场常规赛中 英队目前录得26胜28负的战绩 以48.1%的得胜率排在东岸季后赛 直为开外 上场比赛英队回到主场作战 以21分大胜刘马 强势赢波反弹 以球队目前的排兵部阵来看 英队的阵容保持着健康和稳定的状态 毕竟他们能够以全主力出战 而且阵中没有人受伤病影响 其中 特类杨格近期状态持续火热 他已经连续三场拿到两箱数据 目前他军场得到27.8分和9.3次助攻 是英队领袖搬的存在 更何况还有庄哥连斯和晓亚达等人 可以为球队提供帮助 再者 英队近12场拿了9胜3负的战绩 在这个期间的8次主场出击更是 只有一场失利 其中不乏有战胜目前联盟胜率最高的太阳一役 今次再度主场作战必然能够为英队上下带来极大的信心 这场不妨看好英队利用主场优势 在下一城 另一边双 马翅相比英队就显得战斗力有所不足 近10场比赛马翅输了其中7场 就算最近他们能够连续在主场作战 球队状态都非常低迷 55场常规赛 马翅单单斩获了其中的20场胜利 球队以36.4%的得胜率排在西岸倒数之列 今季整体表现实在难尽人意 要知道马翅上季常规赛最终还可以进入前十 而本赛季想要获得季后赛附加赛赛资格 对他们来说都非常艰难 上场对阵骑士的比赛是马翅开启客场之旅的 第一场比赛 但首场比赛就被对手大胜击败 球队士气被受打击 在比赛过程中马翅显得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即使他们都尽显主力球员 但球队核心里 梅利和基顿庄迅都没有抢眼表现 可见今仗面对应对他们难有出息状态与之抗衡 另外交易截止日马翅都放走了不少浩波之人 例如戴力克怀特同仪 阳格 这样一来他们的实力将会大幅下降 这次对阵近期状态火热的英队 马翅实在难逃一劫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M直播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